大家好 這一集為各位介紹肩膀的訓練動作 概率會有分三個動作 第一個是後側的三角肌 第二個動作是中間的三角肌 所謂的中速 第三個是前面的三角肌 前速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先從後速的三角肌先介紹 那建議各位先練習的時候 先從後速的三角肌先練習 因為這是比較弱的肌肉群 那相對之下 我們要先多投資一些訓練量 給這個肌肉群做訓練 我們一樣先把椅子的高低 調整到我們的肩膀 前臂跟地面大概是水平的位置 就是調到我的高低 大概像這樣的位置 那一樣兩腳大概與肩寬 骨盆回正 然後脊柱保持延伸往上 收下巴 肩帶穩定之後 保持後速三角肌的張力 那我們先用單邊單手做示範 好 吸保氣 然後慢慢的收縮你的後三角 到你的身體的兩側 注意到你的肩膀不要往前 做翻轉的動作 然後收緊 一樣要收下巴 保持張力 再慢慢的回放到前方的時候 一樣保持槓片 保持一點點距離 不要讓張力不見了 然後再慢慢往外打開 然後慢慢回來 吸氣 好 現在我用兩手做個示範一下 出力吐氣 停住 然後慢慢回來 吸氣 保持張力 然後吐氣 注意你肌肉收縮的品質 然後再慢慢回放 好 我們現在介紹第一個動作 我們要訓練我們的中速的三角肌 那我們選擇Cable的機器來做訓練 那Cable機器的好處是 他過程當中 他都一直保持會有張力 就是讓你的肌肉 一直可以在出力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動作也其實是蠻棒的 那我為各位示範一下 好 稍作的時候一樣把我們的身體 大概有間寬 把身體拉直 底線拉出來 設定好 骨盆要不前行不後搖 把整體拉直 我們現在 把預備動作一開始的時候 把我們三角肌的中速 保持他有張力的情況之下 然後慢慢往外 到水平即可 這個到時候 到水平就可以 不要再往上 往上的時候 肩膀的壓力風險就會升高 所以到水平就可以了 然後保持他的感覺張力 再慢慢回放 回放到底的時候 要注意到肩膀的張力 就粗略的情況一直都在 然後再做第二下 吐氣往上 收縮到水平 然後再慢慢回放 過程中要保持他的張力 然後再三 吐氣 然後再慢慢回放 那這手如果做幾下 那當然就換另外一邊 就是另外一手做幾下 這樣依照你自己設定的次數跟中央去做操作 那第三個動作 我們正對前速的三角肌做訓練 那一樣我們選擇 cable的機器 我們用纜繩 來做三角肌的訓練 那先為各位示範一下 那一樣做的時候 一開始 保持我們的前側三角肌的張力 然後把身體的體現固定起來 然後稍微微蹲 然後慢慢往上處理 到前面 停留一下保持三角肌的張力 再慢慢回放 感覺三角肌慢慢被拉長 到底保持有張力 收縮 停住 再慢慢回放 操作的要領呢 跟其他的動作介紹 那要領是差不多的 我們就把動作做扎實即可 再一下 再慢慢回放 好 那今天介紹的動作 三角肌前速 中速跟後速 那建議各位就是操作的時候 先以後側的三角肌為主 從後面練到前面 那前面的訓練量可以盡量的減少 但是量多或少的話 當然要自己斟酌 但是可以盡量稍微少一點 因為後速是最弱的 那前速通常我們是比較 比較會比較緊的 或會比較常用的 所以前面的訓練量其實可以稍微少一點 大家就提醒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今天介紹肩膀三個動作 如果需要討論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一起去做動作的討論 這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